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你们别血口喷人,莫不是趁人之位,想要吞下我天剑门不成,真当我们天剑门,好欺负吗? 你们天剑门真是不知好歹啊,死到临头,还不悔改? 哼,奉劝你们天剑门一声,别叫了,赶紧乖乖书上投降。 不然山门没了不说,你们整个天剑门都会随之覆灭。 不对劲,他们好像没再说谎,按他们的说法,我天剑门做了一件天愿人愿的事情,才导致天剑门山门被毁,同时被几大作为围攻。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们也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门主。 是啊,门主,若真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了你呢? 诸位,我段庆锋是什么人,你们一清二楚。 我当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望你们说个明白。 段庆锋,不管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你这样反问我们倒不如问问你旁边的好头儿。 贤儿? 诸位前辈,晚辈的实力确实不如你们,但是也容不得你们这般污蔑啊。 污蔑?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堪眼的你居然把先生抓到了天剑门,真以为你不承认就能含糊过去吗? 先生? 什么先生? 自然是最近我南沙那位绝世高人,而你的宝贝徒弟将他抓到了天剑门。 杨前辈,虽然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但是你污蔑我的理由,是不是也得找个好一点的? 南沙的那位绝世高人是什么童天修为? 我彭仙儿何得何能,能够把他抓到我天剑门?虽然我前两天确实抓了一个凡人,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把那个凡人当成仙上来污蔑我。 看不过就是,不,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那个曾经被我抛弃的废物,怎么可能是无数人眼中的绝世高人? 一定是你们弄错了,这根本不可能。 弄错?我实话告诉你,你在梅仙城抓的那位凡人正是先生,先生感悟凡心,感悟平凡生活。 而你倒好,却将先生抓起来了,还将他带到了你们天剑门。 我问你,你该当何罪? 梅仙城,真的是他? 那个从小与我长大,连温宝都成问题的凡人,怎么可能是那绝世高人? 你说两日前,庞仙城打开过囚龙玉,将一个凡人关了进去。 难怪,难怪我天剑门好端端的,突然连山门根基都被毁了。 原来是你干好事。 秦剑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家,可就在刚才,我们生活了无数年的家,却变成了一片废墟,杀了他。 拔了他的皮,可恶的女人。 世子,救救我,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废物是那位权上。 我真的一直以为,那是个废物,只不能怪我。 诸位,今日是我天剑门错了,这彭仙儿任你们带走,交给那位先生处置。 还望诸位能够在先生面前为我天剑门美言一句,放我天剑门一马,拜托诸位了。 老段,我们在先生面前没有话语权,但是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 还望告知,先生心胸比天,若不是你家弟子太不开眼,他根本不会发出此番怒火。 即便如此,也指挥你山门,却并未伤及无辜。 这足以说明,先生有意放你们一条生路。 所以,把废仙儿留下,你们速速离去吧。 先生慈悲,感谢宽恕之恩,中弟子听令,撤退。 世子,别走,救我,不要,救救我。 哼,你的下场,等先生来了再定夺吧。 啊,那是,是先生,手里还贴着一条鱼,好生怯意啊。 先生。 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啊,先生,我们自然是在这里等着你。 等我?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是这样的,我们都很喜欢先生的说话。 无意中知道了您的行踪,激动之余,便想来见先生一面。 以先生的手段,肯定是知道我们早在这里的。 他既然这么问,显然又将自己当成了凡人。 先生想玩凡人游戏,我们自然只能配合。 喜欢我的说话,所以都是我的粉丝吗? 对对对,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我身边竟有如此强大的存在,而我却舍尽九云,后来了如此下场。 义父,义父,我错了,求求你,我错了。 啊,我 тай随父眼。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修士。 在这个世界,修仙之人与凡人的地位天长地平。 这是我从小就领悟到的,残酷现实。 狐狸根 你也差不多该放弃了吧 我这辈子真的就无法修行了吗 小鹰 怎么办啊 抱歉 虽然比狐狸根的那家伙好点 但是你的资质太低 青山门无法收你 我很弱 所以为了变强 不择手段 小鹰 你是青山门的弟子吗 人家也想进青山门 帮帮忙好不好吗 我还准备变强 你的剑很难接吗 一个连自己的剑 都拿不稳的九重五折 配衬之为修炼者吗 警告你 如果再敢招惹义先生 特别是打着青山门的名义 定叫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当时的我并不明白 青山门为何如此护着一个凡人 我的心中只有怨恨 我恨连一个凡人都能骑在我头上 我恨自己付出真心的男人 视我为臭泥 我恨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可我到底坐在哪里 我只是想搜索 想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被人看得起 想有个好日子 我要的很多吗 我必要所有人付出男下 想不到东海上的天地异象 竟然是这么个年轻女子引发的 她的灵根突然发芽 使得她获得了强大的修炼天赋 这股能量过于巨大 所以引发了天地异象 灵根成长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几万年才能出现一例 可见她常待在散发大道之力的 大能身旁 才激发出这般潜力 好好培养她 说不定能帮我们天剑门 度过预言中的危机 哇 快看 是新进的天剑门圣女 圣女 请为我签名 圣女大人 我们这里 一直受到天剑门的庇护 这些伙子请收下 杀人了 天剑门的圣女杀人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凡人 没有活着的价值 都来为我的饮血绝血迹吧 万人 都是我的食粮 我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 无论是何 我不能失去这一剑 一方 我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跟你在一起好不好 我 我不是你 我好好不是你的 这可真 真的娘的感动啊 这些粉丝未免也太到位了吧 居然连彭英都给我搞定了 不过我总算体会到明星的辛苦了 自己的恩怨情仇都被扒得干干净净了 好了 言归正传 你之前想杀我 现在又要跟我在一起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好好服侍你还不行吗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和我在一起的吗 难道你不想要我了吗 本来人各有志 你有你的选择 各走各路就是了 可你这一路找得我多少麻烦 现在看来你还真是蛇蝎之心 留你不得 那一步 我到底是从那一步 开始做错的 诸位 多谢了 以后有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先生客气了 惠宁向老 都是应该的 老祖 山门都被毁了 你为何还如此高兴 你呀 真是愚昧 那位大人毁了天剑门 我们非但不该怨恨 还得感谢他 你可还记得 开山祖师预言过 我田剑门 有灭门之位 久久无法破局 记得 难道说 不错 我田剑门的死局已破 全是拜那位恩人所测 其作风 当成当是圣人 心胸也比天高 彭贤儿那么不张眼的情况下 他也并未赶尽杀绝 仅仅是毁掉山门 作为秦位的教训 甚至 他还利用这教训 解我田剑门的死局 从此 我田剑门将涅槃重生 到重建山门之时 再以先生为原形建造 圣人雕像 供人朝拜 田剑门任何人接近 必行三口之礼 遵命 诸位 我们准备离开了 这次真是多谢大家了 先生哪里的话 对了 以后怎么样 才能联系到你们 联系我们 我们被先生认同了 先生 通过这个 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 请收下 这是传松预检 刚才打听了下 说是云家要嫁女了 就在明日 新娘正是我宝贝徒儿的初恋 云梦天 徒儿 没关系 有师父在呢 师父 你是说 你们从平江城远道而来 而且是来提亲的 不错 隔下莫非是在说笑 难道 你看不到小女 明日就要嫁人了吗 我知道 但是我的弟子和您闺女 确实是互相喜欢的 还望云家主能遵从后辈的意愿 好一句后辈的意愿 我问你 你说你弟子要娶我女儿 你能够拿出什么东西 或者说 你弟子有什么资格 实不相瞒 这次我来呢 也算是准备妥当了的 我这里有五十万金币 算是我给云家主的彩礼了 五十万金币 真把我云家当什么了 五十万金币就想娶我女儿 你未免也太易想天开了 可恶 还是不够吗 这已经是我全部下当了 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们了 赶紧走吧 也不怕告诉你 我女儿要嫁的人 乃是叶家少公子 叶无臣 他叶家 可是我汉昌城第一家族 叶无臣的大哥叶天赐 更是吹雪山撞外门的小队长 所以 即便我答应 叶家也不可能答应的 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免得惹祸上身 送客 别推 我们自己会走 别推我 我外面有人 孟天 父亲 我很意外 你曾跟我说过的那个小男孩和他师父 真的来了 怎 怎么会 当时姑姑都如此阻拦他了 怎么办啊 父亲 他会不会捡起这件事啊 我真的太不该了 明明自己已经失险你的 却还要招惹他 我真的不应该的 都怪父亲不好 无法保护你 不过你放心 他们已经被我赶出门外了 而且 我也道出了叶家的厉害 他们肯定不会做出送死行为的 那就好 不过 我看得出来 那师徒两人是认真的 以凡人之躯 从平江城跨越万里赶来 而且还拿出五十万金币的彩礼 这份心 父亲 没事的 我已经认命了 只求他 平安就好 一会儿 先生 我去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我们 我们刚好游玩 在这边游玩呢 对 游玩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们是修炼者呢 先生说笑了 我们才不是修炼者呢 这把剑都是摆着来的 我想也是 因为我的粉丝 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嘛 算你们实效 言归正传 诸位 现在我想请你们帮个忙 先生请说 我打算抢一个亲 抢亲 没错 对方是我徒儿中意的姑娘 他们两亲相运 抢亲的时间就在明天 这位大佬 玩心还真重啊 这不就是请我们来角色败演 当龙套嘛 不过 雷先生玩耍 也是我们的荣幸 先生 我们义不容辞 有你们这群粉丝 真好 不过 我也要事先提醒一句 这事啊 危险也不少 因为他们叶家 有一个武灵高手 武灵 咱没听错吧 对 修为很吓人的那种 对对对对 好吓人啊 真的好可怕 不仅如此 除了这两个武灵 还有不少武师 大武师这样的中间力量 总之 这个叶家 还是非常强大 和恐怖的 是啊是啊 那看来 这个叶家 真的很恐怖呢 先生的心境 还真是烦不归真 简直完完全全 把自己当成了烦人啊 所以啊 诸位 如果不愿意参与也没事 只要帮我保守秘密就行 参与参与 火烫倒火 在所不辞 哼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吗 有粉丝真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 这次的行动 是 是 诸位 我们这次行动 可能出现的最大变故 就是那个武灵 所以针对这个武灵 我们一定要有对付的方案 先生需要我们做什么 嗯 你们 有没有能力或者办法 也请到武灵这种高手来帮忙 这 是啊 我们能不能弄到呢 那先生 我们到底是 能还是不能呢 你们问我干嘛 问你们自己啊 那样的话 那我们能的 吧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这一群热爱艺术的家伙 果然厉害啊 难怪之前彭英都能搞定 好 诸位 那就麻烦你们了 尽快将这个武灵高手请过来 当然 我们让这位高手压阵就好了 尽量不要让他出手 先生 我去联系这位高手 立刻从宗门派一名武灵过来 记住 不可以是超过武灵境界的人 你在装什么 我刚才的交代 你听清楚了吧 西北宗主 属下明白 大家都是凡人 而属下是唯一的那个修士 只要你成功完成这次的人物 我可以破格净身你 是是是 多谢宗主 先生 那位武灵高手到了 快快快 大家快跟我一起去迎接这位高手 配合宗主演戏就能获得晋升 我见无心的好业要来了呢 不知道其他演员会是什么人呢 就是他吧 一个仙人板板 吹雪山庄少主 风云谷圣女 玉剑宗宗主 还有李家家主 这他妈都是什么大佬啊 居然全部都聚到了一起 你好你好 你就是那个高手是吧 不好意思啊 你现在等 这不是那个绝世高人和干碎妖地的那个神秘人 还有那两个五弟 见过高手 接下来就拜托了 不要这样玩我好不好啊 我一个武灵何得何能啊 这啥任务呀 一点也不轻松好不好 妈妈咪啊 我要回家 快快快 快给高人倒杯茶 高人 请喝茶 我哪敢喝呀 高人 感谢你百忙之中能够来帮我们 事成之后 要什么报酬 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够做到的 好 好说 好说 当然了 高手明天给我们压阵就好 大概率不用亲自动手 这是我们的计划 妙才 妙才 竟换了四尊三圣二五弟 为抢牵 好热闹啊 新闻青天 乃是汉昌臣第一家族叶家 和第二家族云家 喜千连礼的日子 不过青郎 是叶家那个叶无成啊 你说 他有个奇怪的癖好 家里的侍女 都被他玩死好几个了 唉 云家太可怜了 孟天 要不不嫁了 我去跟叶家说 不 父亲 正是我不嫁了 叶家定会记恨在心 为了汉昌城 将没有我们云家的容身之地 就算为了云家 剩下几百口船 我也必须得嫁 大小姐 及时已到 上花轿吧 不枉我父亲威逼利诱 云梦天这小泥子 总算被我拿下了 接下来要怎么玩它呢 真让人期待呀 前面什么那么吵呢 你码什么鬼啊 好变态啊 真太阳的晦气 咱们走另一条路 叶无尘 你好狠的心哪 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 就像翻脸不认人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 叶无尘把别人女儿夸晕了 她不是阳尾吗 老头你别噱口喷人 等等 谁是我阳尾啊 大家快来给我做主吧 他娘的 本大爷大喜之日给我玩这出 你给我滚开 你是 少爷 人聚集得越来越多了 路都被毒死了 靠 哇 什么东西啊 天上下金币了 好多金币呀 抢 快抢啊 别挤我 靠 都给我闪开 外面的骚乱事怎么回事啊 啊 啊 钟晴 噓 换上这身衣服 跟我来 哎 为什么要我做这种事 师父 好 看来计划很成功 不好 他们追来了 捣乱公子的迎亲还敢跑 给我抓住他们 徒儿 你带你老婆先跑 我们给你掩护 是 师父 不干掉这群人的话 我们恐怕都跑不掉 诸位 现在恐怕是要麻烦大家齐心协力了 好的先生 不过 要怎么打 用多少力打呀 嘿哈 救救武 三脚猫功夫 吃我一刀 发生什么事了 老巫 他们好强 是五十强者 快来助我 老巫撑住 我来也 真的好强啊 诸葛 这么强的高手 恐怕我们得 三人联手了 不行啊 我也自身难保 被这个五者八冲的高手 给压制了 乖乖 此乃前辈啊 不愧是一直跟在先生面前的人 诸位 接下来我们怕是要打这辈子最艰难的一战了 大家可以定要全力以赴 控制好力道啊 冲 哎呀 不喝了不喝了 我要去看我的新娘了 这还是大白天呢 我的小娘子 嘿嘿 有没有想你的相公啊 呦呦呦呦 我的小心肝 还有点小脾气了 不过这样相公我更喜欢咯 我来咯 嘿嘿嘿 好吧吧 鬼呀 少爷出事了 快去看看 少爷 见鬼了 见鬼了 我的娘子被人换走了 哪个鬼东西还顺手抢走了我的金币 一定是那群人搞的鬼 给我封锁整个汉长城 报 已经发现难以行人的踪迹 就在城西的入口附近 杀 好强的一击啊 高手快出手啊 这可是叶家的武灵高手了 啊 不不不 这压根没到武灵境界吧 哎呀呀 好怕怕呀 你们不要过来啊 这他娘都会装 哎呀呀呀 不好 对方里有武灵啊 撤退 好 高手就是高手 厉害 要不是系统不争气 我也能变得这么强吧 一般 一般 不见 寻家主 真是不好意思了 都没有和你商量就 一兄弟 这说的是哪里话 我早就想要策划梦天逃走 可是一直下不定主意 倒是你们直接帮我完成了呀 我很敬重你们的勇气 我云生 我云生感激不尽 父亲 父亲 可是 可是我走了 你们怎么办 是啊 云家主 叫不一起走吧 哎 我云家 我云家 世世代代都在汉长城 又怎么走得了呢 梦儿啊 是为父没有 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护你 不过现在好了 把你交给这小子 我还是很放心的 您放心 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孟儿的 云家主 听说云家好歹也是和叶家 并驾齐缺的大家族 为何还这么惧怕叶家呢 哎 这个 之前不是没有跟你说过 是那个加入了什么庄的小队长 对 春日山庄 你们俩怎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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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摔了一跤 先生 你们继续聊 啊 继续聊 妈的 到底是哪个庄里的王八高子 这是想让我们灭庄吗 马上传运回纵 给我查到这个是谁 立马断绝一切关系 将他逐出山庄 明白 再听闻云家主决意要留在汉昌城 并做好了长期与叶家争斗的打算后 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 云家主 保重了 哥 你可要替弟弟我做主啊 这是不把我叶天赐放在眼里 走 跟我去追击那群不知好歹的家伙 接着回来 把云家也灭了 那群人出城 必定经过这一性峡谷 我们在此守猪带兔即可 那群可恶的屁民太可恨了 还有那个骷髅 我一定要将他狠狠地踩在脚下 不足为惧 不过哥 他们里面有一个武灵在 哥 你已经是武王精尖了 有哥在 管他什么武灵还是子灵 通通都要去死 来了 是他们 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 哥 等他们再近点 没有退路再出手 这样他们就逃不掉了 我已经看到这群人被哥打散之后 亏在地上求饶的样子了 我连怎么折磨他们都已经想好了 哥 实际已到 赶紧动手 哎 哥 可以动手了 哎 哥人呢 我他妈根根看到了啥 你是皇 杨天宇 雪庆处 云浩天 全是一群南山的超级大人物 除此之外 还有我吹雪山庄的庄主 帝无天兵和少数帝无昌空 叫我一个小小的武王去扶击他们 这唐娘不是时刻能办大膳 不自量力吗 溜了 这 这到底咋回事 哥说好要帮我报仇 可这好端端的咋就跑了呢 这咋办啊 我一个人也打不过武林高手啊 没办法 只能回家了 救命啊 男杀的那些人也真是可笑 怎么看也只是一个凡人罢了 却硬将此人挠不成什么绝世高手 也不知道那青年到底用了什么蛊惑的语言 居然让这一群人又是坚信不疑 其中还有两个二命五弟 真是划天下之大吉 一群愚昧的人罢了 倒是不必管他们 不过 那个男孩真的是神族血脉吗 我既用天象所算 神族血脉 确实出现在南沙这一片 再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这个男孩恐怕有五成可能是神族血脉 这可是两百万年以来第一个神族血脉啊 他的出现对我们 尤其是对你 非同小可啊 这有五成的几率是真的吗 没办法 五成咱也得试试啊 毕竟双修之法 那是唯一激活你血脉的办法 让神族双修激活神凤之体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翻身 吵死了 明白了 我这就去把他抓来 万万不可 我说的双修 可不单纯是身体上的 若对方意愿不够强烈 也无法激活神凤血脉 唯有双方情投意合 你情我愿 方才奏效 我称之为 可亦双修 闭嘴 也就是说 我得放下身段 去讨好他吗 我也需要跟南沙 那些愚昧的掌门人一样 配合着演戏 去当一个脑残 哥 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不是说好了要帮我 干掉那群砸碎的吗 哇 你给老四毕高 看起你就他们来欺 哥 到底怎么了呀 连我爸爸都没打过我 还要问我怎么了 你知道那群人是谁吗 是谁啊 不就是一群垃圾吗 垃圾 我让你垃圾 李淑华是垃圾 云浩天是垃圾 第五天明是垃圾 你探扬的是不是脑残呢 惹谁不好 惹到了这群神仙的头上 就在刚才 得到消息 我已经被吹雪山庄 搜出了山门呢 你 你说啥 我说 我们叶家因为你 完球了 不 你听说了没 叶家丢下所有的产业 连夜逃离了汉昌城 哎 我还听说 他们走得可及了 连晾在院子里的裤衩 都没来得及收 而最懵逼的 当属云家了 叶天自带着叶无产 跑去磕几个响头 就颤颤巍巍地离开了 看来 我云家还没到 该灭亡的时候啊 是老天保佑吗 有祸事 不得不说 南沙是真的大呀 风土人情 也和咱将平城 完全不同啊 先生 接下来 还想去哪里逛逛 这里吧 还特殊标记呢 哎 这里是 先生 真 真的要去这里吗 挺近的啊 怎么了 那里是南沙一个 特殊且奇特的地方 正因为那里 才使得南沙 这么个小地方 在整个新疆大陆 也有不小的名声 啊 懂了 旅游景点啊 得 就去这里 或许 这地方对先生来说 恐怕也没那么特殊吧 天啊 这是什么神仙景色 也太美了吧 先生 我们几个家中有钥匙 恐怕待先行一步 还望向先生借几人 望先生恩准 这几个老头 跋山涉水地跟着我 难免也该累了 早点回家 或许对他们来说 是好点 哼 哪有什么恩准不恩准的 说那边真的很麻烦 有用得到我的 也可以说一声 多亏你们这件事才办通 是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 多谢先生 那师傅 我和云天也 啊 你们也走吧 可以放开的门了 行来美都王 盛世空子之 行到水穷处 坐开云起石 我要小姐姐 西枕 尖壁 富婆 妈妈 哎哟 妈呀 那边那人什么来头啊 一看就不好惹 他身后那个护卫 也是一脸凶响 有谁敢靠近啊 有谁敢 我认他坐爹 咱还是赶快溜吧 哦 我乐可去啊 可算是让我找到座位了 走遍整个地方 就这一家客栈 累死我了 哎 这位老兄 在下有点饿了 方便跟你拼个捉吗 来的人 找死啊 这小兄弟太不识相了吧 不是傻 就是有病 如果他跪地求饶 还来得及 好大胆的凡人 你可知道尊上是什么人吗 亲个捉 有意思 见过我的人都快吓死了 他竟敢坐我对面吃饭 坐 那就多谢老兄了 原来是个好人啊 尊上他竟然 活过来了 老哥 老哥 我能喝点你这酒吗 这酒楼的酒啊 实在太难喝了 好大的胆子 拼桌就算了 还想喝酒 你这 你可知我这酒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喝的 那小子要完蛋了 根本不是酒的事 是身份地位 根本不匹配呀 那我还真不是一般人 哦 那你倒是说一说 记住 要想好了回答 若是回答不好 我治你冒失之罪 这老兄可真逗啊 还治罪 看来真是喝多了 你说 我若是一般人 哪敢跟大哥你 同桌共饮呢 这一句回答 话解了我的刁难不说 还变相抬举了我 让我无法反驳 有打破 又机敏 这人还真是有趣 好 好一个不一般 让我给你倒上一杯 谢了老兄 小兄弟 想不到你还赢得一首好诗啊 哎 献丑献丑 能跟尊上喝酒 是你上辈子的福分 得一个什么劲啊 对了老哥 你不会是修炼者吧 不 我并不是 我只是一个 嗯 商人 哦 那看来你应该跟我一样 都没有修炼的灵根 你 吓了你的狗眼 尊上 只是像爹叫才这么说的 若是你这个小小的凡人 知道了尊上的思维 恐怕会吓死你啊 不得不说 我好久没有这种自在的感觉了 这位小兄弟想说就说 想做就做 不会像其他人 在我面前唯唯诺诺 坐立不安 对了老爹 你这次来这边 是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啊 没什么事情要办 因为第一次来南沙嘛 所以想到处走走 看一看风景 就当春游一番吧 原来老爹跟我一样 太好了 不如我们一块同行 我可以领你到处看看 啊 太好了 我终于不用像个无头苍蝇 到处乱窜了 导游就拜托你了 老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想不到他们能打成一遍 可恶 如果我早点上去搭话 说不定我也能 旺财 吃吧 尊上 就算您觉得这个凡人有趣 想要他跟在您的身边 但也不需要隐藏身份呢 闭嘴 我看中的就是他与我这样接触的感觉 如果你敢暴露我的身份而吓到他 我拿你试问 老哥久等了 无妨 嗯 这位是 哦 哦 这个算是我的护卫吧 毕竟南沙路远 有个人跟着 总归安全一些 原来如此 跟尊上一样带个护卫 哼 没有修为 且矮不拉几的玩意儿 也配称为护卫 穿个大黑袍半遮着脸 装什么装啊 好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啊 怎么样 老弟满意吗 满意满意 多谢老哥 妈蛋 为什么我得和这个矮子同锁一艘船 哼 以我的身份 这种下等凡人根本不配 而且还坐在那里不说话装逼 迫于尊上的命令 我不好阵路修为 不过 这并不妨碍我用其他手段捉弄他 看爹怎么弄死你 我要让你知道 我们的差距 喂 儿子 知道这是什么吗 嘿嘿 告诉你爸 这叫丹药 而且还是王片丹药 就这一颗丹药 对于你们凡人来说 乃是无价之宝 你 行 你装 我让你装 荒片丹药 哪怕是无荒 争破头也得不到一颗 现在我只要你自己跳下船 我就把这颗丹药送给你 怎么样 这对你来说 可是天大的机缘呢 你拿一粒狗粮在这里 逼逼叨叨叨半天 还叫我跳船 你脑子是撞坏了吗 狗粮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我家的狗子平时刻的就着玩呀 你 吓了你的狗眼 你这个低贱的凡人 我今天哪怕冒着激怒尊上的风险 也要好好教训你 什么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尊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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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要给他一个教训的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栽到河里去了 胡闹 尊上 属下该死 属下再也不敢了 不过 以云狼的实力 会轻易栽到河里 估计只是云狼自己被情绪乱了阵脚吧 帅哥 好酒量 啊 呵呵 是吗 纸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帅哥好有才华啊 啊 这 凭傻 本渣哪也要华姑娘 啊 我抓到了 哈哈哈哈 反正 你啊 你好坏 凭傻 哥 哥 你搜一搜 搜一搜 我喘不过 喘不过气来了 我去啊 那和尚玩得这么寒啊 真是适逢日下 老弟 送你个东西 哎 老哥 你这是 没什么 只是觉得和老弟你相见如故 想送个礼物罢了 当然 你 可恶啊 这可是尊贫的宝物 佩戴在身上能够自动护住 甚至能够扛住五寸的遗迹 这种等级的宝物 连我都没有几个 尊上却真的送给凡人 老弟 记住 这块玉佩 你要一直随身携带 未来 你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这老哥真是重情重义的人啊 老弟 你这是 这是我自己叼的 叫葫芦娃娃 葫芦娃娃 总之呢 就是一个小礼物 为了我们的情意 你也要随身带在身上 不要忘了我哦 看来老弟他 误会了我说要随身携带这话的意思 好好好 我也会随身携带 绝对不会忘了老弟的 对了 你刚才说 想去个神秘的地方 说说看 哥带你去 啊 我是很想去 但这不会麻烦到老哥吗 不麻烦 你尽管说 哪怕是天上 只要兄弟开心 我也带你去 那就辛苦老哥了 我想去这儿 老弟你真想去这里 是啊 怎么了 老哥有什么不便吗 你他娘的傻巴 那里可是南沙混乱之地的入口 那便自成一片空间 而整个新疆大陆 也仅此这么一个地方如此特殊 因为那里 聚集了整个大陆的邪秀 以及 被各大宗门通缉的犯人 此地鱼龙混杂 就连南沙河本土的大势力 也不敢轻易进去 倒不是不便 但是我想听听 你想去的理由 人生在世嘛 多走走看看 总是没错的 而且看着地图的标记 整个南沙好像就这么一个旅游景点 总得去打打卡不是 旅游景点 行吧 既然老弟你想去 我就带你去 无知 但令我羡慕 因为在这种世界中 这种无知 往往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那就多谢老哥了 老弟不必客气 因为正好我就是那里的人 既然答应了你 我肯定带你游遍这整个旅游景点 这 这 这还真是鬼附神功啊 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雾气 让人心旷神怡 有一种站在云端的感觉 怪不得这里能成为旅游景点 要说风景优美 南沙确实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 但这美之中 暗藏杀机 这些虎视眈眈的人里 有混乱之地几个势力的人 也有一些邪修和散修 近来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跑不过这里人的耳目 想要深入此地的任何人 都要先过这一关 弱者只配做肥羊 去解决掉这些人 注意不要闹出动静 免得吓了我兄弟 遵命 老弟 穿过这片山脉有一座城 我带你去 太好了 半个钟头了 云郎他怎么还没回来 以他的实力 要解决这些人 应该很快才对 这些物 好像也没那么简单 有些不妙啊 老弟 我拿护卫久久未归 让我有些担心 我去找一找他 答应哥 不要到处乱跑 待在原地等我 知道吗 嗯 放心吧老哥 正好我也累了 哼 这物虽阻挡了事业 但挡不住我的神石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迷雾居然阻挡了 我的神石 况且 不是普通的迷雾 而是某种阵法或禁忌 是冲我来的 小兄弟有危险了 当日你杀我们大哥 今日你就别想活着回去 哼 当日金星乱杀无辜 企图以万人性命 练就邪功 我虽非圣人 但杀他 也算替天行道 况且你们最强的水刑都不在 你们三人 也敢做我的对手 防住了 有点喘不过气 你现在是不是很累啊 因为这个杀阵会源源不断吸收你的力量 转而加在我们身上 黄无尽 你完了 又赶紧带着老弟离开这里 老弟 消失了 果然 那是个引我至死的幻境 刚才那股攻击 明显是某种禁忌阵法发出来的 而能够发出这么强大的攻击 显然是一个杀阵 这个杀棋 是刚才攻击的十倍 不 增长到一百倍了 轻举妄动的话 恐怕 要怎么办 黄无敬 把他等候你们多时了 混乱五行 去死吧 无 束缚 好紧 我的力量 在不断流失 还没完呢 吐 把他追输 火 地狱火 火无尽 轻轻到地狱上回事吧 怎么 拿木雕 我操 三弟 救命啊 这就结束了 老哥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 怕不是也迷路了 狗子跟我去找老哥 你在这儿待着别动 啊 yes 老哥他去哪里了 老哥 老弟 别过来 有杀阵 有什么 有杀阵 什么阵 有杀阵啊 啊 有杀什么 杀阵杀阵杀阵啊 说个话而已嘛 干嘛这么累呢 直接走过去不就好了 完了 老弟他走过来了 会被这个杀阵给干掉的 老哥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可找得你好苦啊 不过你也是挺聪明的 知道雾大乱走会迷路 所以待在这里等着 如果说之前他所踩的地方 还没有到杀阵范围 那此刻总在杀阵范围内了吧 可是 还安然无恙 明明我轻轻动一脚 就有强大的法阵攻击袭来 偏偏一个凡人 能够畅通无阻 哪怕再强的超级高手 也同样会戳动杀阵发出攻击 可眼下 这杀阵 就是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啊 这他娘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哥别发呆啊 有狗子在 不会迷路的 你得赶紧跟上啊 难道是老弟走过来的时候 这杀阵已经自动消失了 姑且试一下吧 果然 杀阵已经消失了 看来真的是老弟过来的时候 杀阵刚好自己消失了 老弟还真是欧皇啊 之前的小木雕救了我一命不说 这杀阵消失的时间 也刚好卡得这么好 啊 老哥是站久了 腿麻了吗 对了老哥 还没找到你那个护卫吗 这是混乱五行 对我布的杀局 靠老弟的小木雕 才逃过一劫 云狼恐怕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虎鹿的事尚不能提 若是被老弟知道了我的身份 便不能像现在一样交谈了 放心吧老哥 你那护卫呀 肯定没事 他指不定跟你一样 害怕麋鹿待在哪里不懂呢 乌三了就会回来了 但愿如此吧 其实我最担忧的不是云狼 而是一个麻烦的女人 水行 我若不是自持身份 看到这个女人都想绕着走 水行那女人 肯定在这山中 更何况火刑三人已死 相遇后 必是一场死战 好无聊啊 哥 别叹气 弟弟给你表演个节目 叶峰啊 你这像极了滚水球的时刻了 肚啥好看呢 还是省手吧 哥 弟弟这不是看你无聊 想逗您开心吗 您要不实在不开心 就玩我吧 我玩你有什么意思 我想要的是妹子 妹子你知道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妹子了 终于找到人了 这武器不寻常啊 喂矮子 我主子人呐 你这臭矮子 江上的事就算了 现在又无事我 今天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什么时候多了个人呐 帅小 这货啥时候都这里来了 现在不是计较温愁的时候了 太赞 这个人可不得了啊 快走 快跟我走 好漂亮的小姐姐 有时能陪我一晚上就好了 我是 前辈 我马上带她走 你是那欢无敬的人吧 完蛋 被认出来了 这下我是走不了了 前辈 我留下没有关系 但是我旁边这个矮子 他只是一个凡人 恰好通路罢了 能否放他离开 我 你 矮子 本来确实看你不顺眼 到那时这事 也的确与你不相干 我会尽全力让你逃走 你若是能够跑出去 找到我的主人 将这里的事告诉他 如果找不到我主人 就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 千万千万不要再回来了 前辈 我说了这事与他 窝子 你一个废物找什么存在感 他需要你一个废物帮忙逃跑 他这或是啥意思 难道他认为 这个矮子比我强 不然 我的感应没出错 这是一颗二命妖地的腰单 而且还是水属性 这真是我需要的 可是 能够把二命妖地的腰单 抓在手中把玩的存在 可绝对不会是一个凡人 这么简单吧 即使是我 如今 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动了 阁下 是什么意思 忘了自我介绍 在下渣男老板尾 对姑娘一见如故 送小花一朵 希望能够跟姑娘 更多聊笑呀 阁下还是别跟我开这种没营养的玩笑了 开门见山地说吧 我想要你手中的那颗珠子 所以阁下能否让给我 如果你拒绝 我只能一枪 原来姑娘喜欢这颗珠子呀 可以呀 只要姑娘给我工作凉宵 陪我聊聊天喝喝酒 我就把它送给姑娘 这 什么奇葩 既然如此 倒不如顺着它试试看 好 我答应你了 那你可以将这颗珠子 给我了吧 好好啊 想不到 它真的给我了 真是个奇葩 这下 我可以突破了 嘿嘿 姑娘 快过来坐呀 坐的话 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坐吧 嗯 会不会无期了 小傻子 另外 多谢你的腰单了 妹 不是说好要共度聊笑的吗 怎么骗人了呢 怎么走了呢 接下来插播一条休闲新闻 我们来采访一下当事人的心情感想 就很震惊 感觉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啪的一下就没有了 痛 是心痛 这就是被女人伤害的感觉吧 我说你得了吧 还共度良宵 能活命就不错了 不行 该死的女人 说好的配我的 我必须把她抓回来 给笨渣男回来 你是不是傻呀 兄弟 就你这台下手 还真能把水行抓回来不成 你以为你是神呢 卧槽 真的假的呀 她真的一抬手就把水行抓回来了 她真的是一个超级强者 什么情况 刚刚我还在路上洋洋得意着呢 怎么一瞬间就被她抓回来了 这种手段 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了 我闯祸了 行 前辈 放开跪手啊 我有眼无珠 现在马上就把药丹还你 哼 你居然敢欺骗我的感情 本渣男很生气 前辈 前辈 真的是我有眼无珠 晚辈愿意做任何事情 脾起前辈的怒火 我要你 服侍我 好好好 只要前辈消气 让晚辈做什么我都愿意 先给本渣男 跳一支舞 哎 前辈 叫我打一套拳法可以 可跳舞 我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的美丽 对 扭起来 扭起来 这可是水行啊 让尊上也忌惮三分的人物 居然真的就这么流起来了 有酒吗 有有有 爽啊 喂 你们两个 给我喝 而且要喝出气氛 喂喂 小娘子 快说 你爱谁 什么时候 一条小小的妖皇乌宫 也敢这样跟我说话了 哎呀 哥 你快看了 这个女人她瞪我 她是不把你弟弟我放在眼里 嗯 前辈我错了 请前辈心怒 那你快回答 你爱的是谁 我 爱扎兰前辈 不错 小乌宫 神得我心 小子 问你 谁最帅 回禀妖皇大人 渣男最帅 不错 你小子会来谁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现在祸行杀人已死 只剩下最棘手的水行 他一定会来报仇的 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哎 老哥 你看起来情绪不太好啊 我没事 可不能把老弟卷进来 待午散去后 就先将老弟送出这里吧 嗯 对了对了 就这 还有这里 哎呀 还真是酸爽 继续继续 老弟 你这个护卫 还真是玩得嗨呀 是啊 真嗨呀 主任 云郎 怎么现在才回来 因为这真正突发迷雾 屏蔽了我的一切港官 才耽搁了 原来如此 不过 相比这迷雾 我担心的 是那一直没出现的水行啊 这水行攻击诡异 本身境界 还要比我高尚一些 这个威胁不去 我寝食难安啊 云郎 等迷雾散去 你速速带着一封老弟等人离开此地 不然水行找上门来 我怕会连累到他们 你笑什么 尊相 对于水行此事 我看 您怕是要多虑了 我平日不是教导过你 不要轻敌吗 尤其是水行这种难缠的敌人 尊相 其实现在的水行不足为止 什么意思 尊相 不妨去看一看 那个垂腿的女人是谁 卧槽 这个垂腿的女人居然是水行 这怎么可能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孙一儿 还是那个让我起身难安的水行吗 云郎 这究竟发生什么了 就这样 这样 再这样 轻轻一抬手 就将不见踪影的水行给抓了回来 不仅是云郎 就连我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呢 这岂不是说 老弟这护卫 是一个隐藏的超级高手 那老弟他 又是什么人 狗东西 狗东西 让你见 我让你见 看你还见不见了 主人我错了 居然把超级高手抬在脚下 这高手也太卑微了吧 不对 这也就是说 老弟的实力 远在那个高手之上 他莫非 真的是 老哥 有什么事情吗 我 我想问一下 这个木雕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啊 居然裂开了 老哥 真是对不住了 这样吧老哥 我重新送你几个 你 你还有 当然 这又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儿 等 我这还有六个呢 跟送你的那个是配套的 如此强大的东西 居然随手拿出这么多 真是太恐怖了 一个可能是剪的 但这么多 总不可能都是剪的吧 一封塔 果然是仙人 我一直不愿暴露身份 怕吓着了他 可现在看来 我才是那个小老弟 一封才是那个怕说出身份 会吓得我的老大哥呀 这么喜欢我的雕刻吗 前 前辈 都怪我荒无尽 有眼无珠 之前 若有得罪之处 还望赎罪呀 老哥 你这是做什么 咋忽然叫我前辈了 虽然我也觉得我的雕刻手艺 确实不错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因为一个雕刻就这样 你也太见外了吧 老哥 我难得教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你若是因为我这一点点雕刻的技术 就变成这样 早知道 我就不送你葫芦娃吧了 我懂 他此刻看我的心里 就跟当时我看他的心里一模一样 毕竟 高手寂寞呀 平时习惯了被人恭维 难得碰到一个可以交心的人 不容易呀 在他眼里 我才是那个有意思的人 看来 他并不想挑拨这一切 既然如此 我就配合 继续来当这个有意思的人 毕竟 能够跟这样一位人物交朋友 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呀 这位姑娘 你没有怎么样吧 我没事 把那个黑炮人一顿乱惨 他绝对是比黑炮人还要恐怖的存在呀 光无尽居然和这种人物达上了关系 即便我的修为比他强 但也永远都斗不过他了 姑娘 下次可别到处乱跑了 你也就是遇到了我 说是其他人的话 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这种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晃悠 真的很危险 要是有人起了邪心 怕是要落一个身残魔魄的下场了 他画中的警告之意十足 他早就看穿了我的目的 只是不屑于对我这种角色动手 才放我一马 多谢前辈不杀之意十足 好奇怪一女的 神经兮兮兮的不说 头发也掉光了 本炸大人 本炸大人的被子 那钟卿到底对你怎么了 远气这么深 不要和我提他 一提就来气 哎呀小哥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 这位大姐 你想老牛吃那草吗 大姐 林木老道 我问你 我比不上他那个凶大无脑的女像好吗 想好了说 比得上 比得上 那还差不多 那个钟卿已经离开了寒长城 准备和他的那个神棍师傅会合 按时间来看 应该已经到了离这里最近的卧龙城了 你的意思是 他对那神棍师傅言听计从 只要我先拿下他师傅就行了 男人嘛 搞定起来 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 钟卿在狱检里说到这里会合 有一段时间没见 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 师傅 钟卿 你他妈谁啊 师傅您真爱说笑 是我呀 钟卿 不是 你特效都变了阿伯 而且 回事在这边啊 果然 有女人就是好啊 师傅我还是单身一个呢 走走走 咱喝点去 嘿嘿嘿 嘿嘿 好 哦 师傅 男人都这么男的吗 啊 啊 啥意思啊 就是 就是梦天吧 啥都好 就 就是 就是 哎 你看 你看 师傅 我最近都瘦了 什么意思啊 哎呀 师傅你 你怎么就是不懂呢 哎 算了 算了 现在回想起来 师傅你不懂 也是 哎 你这就是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明说 师傅 师傅不用自责 虽然师傅是过来人 但你也只不过是只单身狗 所以 单身狗无法理解我的苦楚 也是应该的 哎 嘿 你个小逼崽子 埋太亲你师傅来了 疼 师傅 我错了 你是说你的老婆一天缠你好几回 所以你身体糟不住才跑回来找为师的 是啊 师傅 我这一路赶过来腿脚都是软的 看娘的 一天好几回 是人干的事吗 还是说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么忙 我还是保持单身好了 等到时候回了平江城 我弄点东西给你好好补一补 保管让你重斩雄风 谢谢师傅 不好意思啊客官 暂时没有问世了 这可如何是好 姑娘 要不这边来坐 姑娘 我往旁边挪一挪 你刚好可以坐下呢 这么多人都抢着邀请我 我就不信你们对我无动于衷 托儿啊 你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有些东西你也该了解了解了 精品梅 这是你师傅改编过后的 其中的一些知识能够让你受益匪浅 记住 悄悄的观看 师傅深藏不漏呀 还对了 你们要孩子吗 师傅 这种事我们还早了 哎呦不早了 你个小闷丧 你们好 竟然无视我 你好 请问姑娘 有事吗 机会 是这样的 今日周车老顿 实在有些疲惫 本想就点果腹 可这店中 却没有多余的座位 先表达我的困境 我看两位风度翩翩 想必不是坏人 所以 又对两人一番夸奖 能够让我在这里拼个捉吗 一切顺理成章 浑然天成 抱歉啊 不方便 谢谢 然后就是相互熟络 我再被他们邀请同游 最后探亲 钟情是否为神体 哎 为什么 我们师徒两人在那聊那种话题 一个女人凑过来算什么事情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方便 抱歉啊 不过 看她这么惨 算了 既然姑娘劳累肚子饿 还是坐下吧 男人 多谢 看我如何拿下你 今天真是多谢两位公子了 敢问公子贵姓 姑娘客气了 在下一封 这是我的徒儿 钟卿 嗯 这神官 我如此近距离 也没能察觉到她有修为 烦人无物 哎 这就没了 哎 姑娘 你怎么了 不知为何 肚子忽然疼痛了起来 啊 那姑娘喝点热水吧 我们先告辞了 真是有欺图比有其事啊 如此不解风情的男人 我当真是第一次看到 咋了吗 这到底是咋了吗 被小姐吸了你的血 自降身份去接近他们 这种脑袋一样的结婚 就像个傻子一样 我可不得整个地方钻下去 这这这 不是你自己说 自会解决的吗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我 我 既然软的不行 那我就直接在他们面前 暴露修为 说出身份 不走也要给我走 真是多亏了 师父 我生意匪浅啊 我和孟天 一定会幸福的 不必可信 你俩的幸福 就是为师的幸福 又是你 我就开门见山了 本人东盛周虚空门 摆冷西 今天来 是带走你的徒弟的 我徒弟 你还在外面偷吃 你们大可放心 我绝不会伤害他 少则半月 多则两月 我就会送他回来 而无论最后如何 我都会送他一番机缘 中青的天赋好 被高人看上到也罢了 可他青山门都进不去 说不定比我还费呢 我能问一问 到底是什么事情吗 具体是什么事情 我无可奉告 但是以我的身份 还不至于骗你们几个凡人 气质想不通 为什么南沙那群大人物 会对你毕恭毕敬 我倒要看看 你这凡人 究竟是什么 绝世高人 按逻辑来看 一个修炼者 确实没必要费尽心思 欺骗我这个凡人 好吧 这孩子身上还肩负着血海深重 一直想要修炼无望 此凡若是真的能够获得点机缘 或许会缓解他不少压力吧 难和我这无灵跟凡人帮不上忙啊 哼 他真就是一个凡人 所以怎么样 钟青 去试试吧 说不定你能因此成为修士 拯救世界呢少年 怕要真害你啊 确实大可不必如此 所以此凡对你来说 确实是个机缘 而且最多两个月就回来了 那师傅我听你的 嗯 狗富贵 互相忘 我跟你走 但是你保证 最多两个月 就把我送回师傅身边 我保证 早知道这么顺利 之前就不用跟个傻子似的做出那种白痴行为了 不过 这下终于是成功了 师傅我走了 徒儿 记得想为师啊 忠庆 你是我的了 我的神风血脉 从于可以激活了 为师知道一个疗养圣地 先给你疏通一下经络如何 孟天啊 抱歉 我还要再晚两个月回来 到时候 我就会变得更强了 要等着我哦 等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现在没空 你待会再说 我也爱你 么么哒 不可饶恕 不 不禁无事我 还跟着撒狗粮 管你是媳妇还是小三 我今晚 就要让你忘掉她 啊 或许中卿的人生 会发生变化呀 为师好期待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会变成这样 我警告你 欢无情 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 他的下落 我跟你没完 这简直就是 一颗锈球引发的血案 故事 要从四天前说起 嘿嘿 喝酒喝酒 开心开心 好久都没有离开 主人单独出来玩了 这多亏了渣男大人 哈哈 只要你带我好好过 这些都好说好说 不过 你知道本渣男 想要的是什么吧 懂懂 渣男大人的喜好 晚辈已经完全掌握 花酒 赌场 小姐姐和金币 这里应有尽有 渣男大人 天煞克夫命 有胆你就来 久等了 臭男人们 哪个不要命的 想要跟老娘动房 就接住这个锈球吧 只要能当我的男人而不死 不管是什么人 哪怕是山叶侨夫 我也会嫁给他 是他 天煞孤星 俗莫叶 因为尊上的关系 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这个女人 虽然天生有物 但却有着一条客夫之命 以前 垂涎他美色的人不少 可哪怕只是牵一下他的手 都会被雷直接劈死 但真正让他出名的事件 还是他刚来混乱之地那会儿 当时的混乱之地被统治在一个五命五弟的手中 这位五弟 无论是手段 还是实力 都是极强的 加之 他性格暴力 因此 所有的势力 都被他压得出不了头 当时的五弟 一眼就看上了苏莫叶 强行逼迫当时 只有五尊修为的苏莫叶 作为他的双修伴侣 可他刚掳走苏莫叶 意外就发生了 空气中 凭空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缝 将这个五弟拉了进去 狂暴的空间乱流 瞬间 将这个五弟打成了粉末 至此 苏莫叶明正混乱之地 毕竟 他可是以一己之力 改变整个混乱之地势力布局的女人哪 这样危险的存在 只有惊虫充脑的男人才会去接近 还是赶紧离开吧 啊 嗨 秀琼 是本渣男的啦 火尔尼玛的 够胆量 你是老娘的人了 怎么回事 你干嘛 本渣男要娶老婆 您跟主人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 再不走就挨揍了 下次再来吧 你要是出事 我可是会被尊上怪罪的呀 拿主人说是 大哥可没法反抗啊 爸爸 我不走 我要成亲 我要爱情 啊 你个狗东西 也不看看自己啥样 跟人家姑娘成亲 那不是坑人家吗 不 我就要 这事情是你说要就能要的吗 我们先不说那姑娘知道了你这模样会不会接受你 即便接受了你又能够如何 就拿树洞房来说 你们两个怎么 打算玩一晚上泥巴吗 人家的幸福又怎么办 你用手吗 小生孩子怎么办 找隔壁老王吗 所以赶紧走吧 别拿人家女孩子的幸福开玩笑 你要真想玩啊 等回去了 我给你瞅瞅哪里又荒掉的古墓 给你挖一个骷髅架子来给你玩啊 杀人诛心呀 主人 苏莫义 实话跟你说了吧 抢你绣球的那位已经走了 你找不到他们的 你还是放弃吧 走了 一直以来和我扯上关系的男人都会遭遇不幸 老娘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车这么久没死的 岂能让你跑了 苏莫义 提醒你一句 他不是一般人 是实力超乎你想象的高人 奉劝你不要自找委屈 实力强大的高人 抢了老娘的绣球 哪怕是神像 只要不死 那也是老娘的人了 唉 这下给老弟添乱了 爸爸 放开我 我不管 我要去见老婆 别吵了 烦死了 我不 我不 我要老婆 你他娘是复读鸡吗 行 我这就把你关进厨物戒指里 我真的生气了 每次有好事都龙目到我 还总是没收我的金币 本渣男受够了 我要离家出走 我靠 金蝉脱鞘啊 死东西 翅膀硬了是吧 行 我让你走 你最好不要再回来 到时候出事 我看你怎么办 出事 大哥这般实力 出事是指 狗子 去把那倒霉玩意儿追回来 主人还是放不下大哥的 只不过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隐情 不是吧 不是吧 本渣男在离开主人三分钟而已 但这种缠绕心头的强烈心情 这种伤感是怎么回事 连口气都是这么清新 幻儿仿佛在对我微笑 最重要的是 老婆 咱只有一遍之远 但本渣男早已被你那傲人曲线 深深吸引 幸福的小日子即将 这算什么事儿啊 冰箱本站的心情 好大动静 莫非我夫君就在此处 善的老婆 这身装扮可不行 你别 娘子 我在这儿 这里怎么只有一个侨夫 这位小哥 今天这里可能会不太平 你还是赶紧收工回家吧 那你 我那高大帅气的夫君 等着 我苏莫叶马上就来 就算知道天涯海角 我要抓住你 夫君就在这儿啊 认出我呀 哥 你在这儿 哥 静啊 哥 你这是 哦 原来事情是这样 哥 你下次见到他 记得连自己的外形 也一起变化才好 是啊 都怪哥一时激动 草率了呀 哥 我听了很久 有些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不要卖关子 有话快放 是这样 哥 您虽然是抢到了对方的袖球 可是 仅仅如此 是无法掳获女孩子的心地 女人心海底镇 不要小瞧了 快教教本渣男 你们知道 吊桥效应吗 吊桥效应 就是男女在一起 经历紧张心跳的事件后 更容易把紧张感 误认为心动感 从而喜欢上对方的效应 何妇说点我们能听懂的 哎 听我说 我们先 再 奇怪 除了一个侨夫 这山里一个活人也没碰到 我的感知出错了吗 一只小妖尊竟然敢挡五弟的路 是我站得不够高吗 你说小妖尊竟敢挡五弟的去路 你说的太对了 狗哥 半恶人就招给你了 谢了 好好干 我真是遭孽啊 来高五五弟 手之呼吸 使坚决 护身大清顿 把我能使的招式全用上 只求不要被秒 这 今日还没出手就被秒了 差了两个大境界的哥 为了大哥的幸福 拼了 一只妖尊竟然迸发出了妖圣的气息 好吧 既然你要死 我就成全你 头可破 血可流 搞世祖精神 要长留 什么人 不须缓口 因为 服务局来了 哥 青天 娘子 你没事吧 哥 你忘记变身了 仗着一瞻哭了脸不说 突然从天而降 还强行把我揽在怀中 不会错了 你是我的神 卧君 口味这么独特的吗 从来没有男人敢搂老娘 你是第一个 娘子 你没事吧 小娘子 这身有力搂可不够 不如就让我们在这良辰美景之下 来一个尸体之吻 咋回事儿 我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溜来溜来 对不起啊 夫君 我是天生客蜂蜜 所以 跟我这些东西的男人 都会遭遇不惜 那可真是 太有趣了 这 这不是人类能拥有的器械 这个不缺 非人灾 这吃人的野兽果真是多 一个接一个地冲过来 都快清理不完了 这剑光可真不是五毛特效王位 太他妈壮观了吧 到底是谁啊 多谢姑娘相助 凡人 怎么会出现在此 我是准备横穿十万大山 再通过木斧山脉 赶到平江城 穿过十万大山 刚才一只野兽就让你够呛 山里面还会有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我看你 还是原路返回吧 姑娘多虑了 我可是有血外生存经验的 为了对付野兽 毒针毒药都准备了不少呢 本想多道谢几句 就当我谢紫辉 可把你牛逼坏了 我这种烦人在他眼里 不过是一件蝼蚁吧 在这种大山中赶路 确实很危险 鬼知道会蹦出来些什么东西 不过穷凶极恶的人类 可比野兽要危险多了 多做一些准备 还是很有必要的 开始 巨额的墨鱼草 加上一笛之叶 就可以麻痹石头大象的 白胡叶制成的毒叶 涂抹在竹子消成的竹针上 炉吹剑搞定 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 天上掉下个啥玩意儿啊 这不是之前电影特效 那女修炼者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将这么厉害的修炼者 给打成了这样 这山里 不会真的有恐怖的东西吧 不过眼下救人要紧 飞里巫师 飞里巫师 救人要紧 先确定下伤势 不然造成二次伤害就不好了 你手臂骨骼没事啊 接下来是腿 腿也还好 不过这里好像有些不对劲 瘀青很严重 肋骨断裂 刺破内脏就不好了 你居然醒了 别动 我再帮你检查伤势 我杀了你 这个人类臣子只为占便宜 我醒了之后还在摸 你怎么样了 你给我滚开 得 好心没好报 我才懒得管你呢 尸体身上线 尸体的伤势 尽松没有一种 一个小小的跌尖妖兽 也在蹬鼻子上脸 要不是受伤呢 我鸟都不会鸟你 该死 身体动不了了 你说你这个鸟们 逞什么强呢 我救你不让 变成一坨石 你就开心了 刚才的凡人 别以为你是修炼者 就有什么了不起的 救你还被一顿臭骂 这次要不是我 你就哭吧 也就是看你之前 帮过我一次 不然我才懒得管你呢 这个凡人还说 叫紧我来了 虽然确实救了我一命 但就是心里各样 你还不服气啊 那行 之前你帮我 现在我帮你 我们俩互不相欠 你自个儿赶紧待着吧 我就先走了 但是保管你用不了多久啊 就会被野兽吃掉 然后通过它的肠子 肺 然后消化 最后变成一坨坨的拉出来 管你是什么修炼者 还是大美女啊 最后都变成一坨石 一坨石 你回来 嗯 怎么 刚才是我误会你了 抱歉 早些这个态度多好 你这伤势 到底怎么样 不太理想 听说你们修炼 能够自己恢复 是真的 那你这伤 要多久才能恢复啊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 和我交战的 是一头恋有神通的 六命流腰 它可封印我的筋脉 估计说了你也听不懂吧 你不用管这些 伤势的问题到时候我自己会解决 什么叫不用管这些 现在我们两个待在一起 你的伤势问题不解决 说难听点 就是一个累赘 累赘 怎么 我说的有错吗 你现在修为又被封印了 又自己痊愈不了 这模样可不就是个累赘吗 你要干什么 啊 内伤封印我没办法 但外伤什么的 帮你看看吧 你放心我懂意 你的肋骨好像有断裂啊 不治好的话将来是个大麻烦 而且会影响你的行动 还好 你的肋骨应该只是骨裂 其他部位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骨折 你们修炼者防御力还真强啊 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走路了 谢谢 真成了好多啊 你这是做什么 还能干什么 赶紧上来啊 背我 两 哎呀一个修炼者娘们儿唧唧的 爽快点行不行啊 那么这你要滚着走 竟敢呵斥我 哪怕是五尊五圣 在我面前也大气不敢喘一声 缺缺凡人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不怕我杀了你吗 你干什么 就凭你现在这样还想杀我 还一口一个凡人 凡人怎么了 凡人吃你家大米了 你现在比我这个凡人都不如 信不信我直接锁你猴 先他们锁死你 想活命 先把你那该死的傲气放一放 可恶 我堂堂无敌的自尊 竟然被一个凡人践踏 我无意冒犯 打晕你也是迫不得已 晚上野兽多 我可不想因为你而把命丢掉 说什么 那你可以完全不用管我 我是可以不管 但你帮我干掉了一只狮子 所以我才救你 但你得保证不能杀我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你的救命恩人 算他很可恨 几次都要杀了他 但他也确实救了我 我答应你 那你得发誓 发毒誓 用你的修为 还有你的道信 还有你全家发誓 如果杀你 我就不得好死 如果杀我的话 你就一辈子倒立洗头 如果杀你 我就一辈子倒立洗头 好 那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去给你找点草药 哦 他娘的 才知道这山里有腰烧 可千万不要让我碰到啊 又是人类 既然看到了 那就一并解决吧 是之前杀的那个女人的剑 不死吧 这么回事 便会奔原形态了 哎 我说动静怎么这么大 原来是头大水牛啊 正愁要找大补的东西给中青呢 没想到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哎 那就笑那了 哼 平平无奇的一剑 原来是个凡人 真是不知好的 我虽然不会修炼 但是杀你一头牛还是可以的 嘿嘿 平平 你 我靠 这牛好闪啊 呸呸呸 算了 那就去清宝吧 哦 送病 跟我们师徒俩大步一顿的了 好了 接着找草药吧 你干什么 就凭你现在这样 还想杀我 还一口一个凡人 凡人怎么了 凡人吃你家大米了 你现在比我这个凡人都不如 信不信我直接锁你猴 先他们锁死你 想活命 先把你那该死的傲气放一放 哎 草药弄回来了 我给你敷上吧 啊 干嘛 见到鬼啊你 没 没 别在意 哎 对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云夭夭 哦 云夭夭姑娘 哎 对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 将你打成这样 六命 六命地级的牛魔 六命地级 这应该要比武灵力还不少吧 可怕这个凡人眼里 最厉害的也就是武灵吧 如今的山里面 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但牛魔 本应该不是盘踞在此的样 而让他从大陆西方的西妖陵赶过来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便是 此山中的仙人遗迹 即将出世 所以有不少高手 都赶到了这十万大山之中 所以 你也是为了这个仙人遗迹 不错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一下 西妖陵是妖兽的聚集地 妖兽的天堂 而那牛魔来自西妖陵 实力之强 不是你能够体会的 这么厉害啊 那碰到了的话 我能逃得掉吗 碰上的话 只能自求多福了 怎么了 突然想去拉屎 在这里不太方便 我去外面 注意安全 这七夕 走了 洞外可能有妖兽 怎么办 她肯定不是对手 我得去救她 可恶现在修为全物 连走路都成问题 可恶 妖兽的七夕消失了 他们走了吗 那一封 会不会已经被 你修为恢复了 你在这里等我 不要乱跑 等我把事情办完 就送你出山 你要去干什么 找那只牛魔报仇 上回是我大意了 这次有了经验 必定能打倒她 怎么回事 为什么感知不到 她的气息了 虽然不想开打之前 就浪费灵力 没办法了 神宗 找到了 虽然只有一丝 微弱的气息 这个地方 怎么如此熟悉 不对啊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 待的山洞的附近吗 不是吧 这 这可是一只六名妖帝啊 怎么跟一只野兽 一样暴石荒野了 这太不真实了 到底是何方神圣做的 那里被人切走了 真惨 这就叫恶有恶报吧 等等 按照她的死亡时间推断 她被杀的时候 我应该就在山洞里 神儿我却没有吃哈绝 而且这地上 还有许多其他妖兽的尸体 刚好都是在这山洞附近 这刀法 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莫非 是义风干的 如果是她的话 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 包括她一个凡人 到这里一直安然无恙这件事 我这就去找她问个清楚 糟 救命啊 我好怕怕啊 怎么回事 我大姐你终于回来了 那里 有好大一条 猫猫虫啊 一条猫猫虫都能吓成这样的家伙 特子看这边 我居然会认为她是一剑砍死牛魔的神秘高手 对了 之前在这山洞附近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没有 外面只有野兽 好吧 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 以后再慢慢追究吧 说不定 人家只是路过也不无可能 对了 那个仙人遗迹里 也拍死过神魔 旗上的符文 可能还记载着一些仙法 到了我们这种境界 对于一般的机遇 也就没什么作用了 此番来 是因为那位可能留在遗迹内的仙器 哦 竟然毫无兴趣吗 不好 一击开启 这是仙人独有的降维威亚 降维威亚 啥意思啊 降维威亚 代表着仙人之下 皆为牢蚁 这股威亚下 修士和妖兽都会修为尽尸 啊 那你的意思是 要坠机了 雪雾 糟了 一方还没上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我去 还是尽快走出这里吧 只希望 你不要让我失望才对啊 哎哟 这迷宫真难走啊 哇 这大殿真酷啊 哈哈 接下来就要看看你是否能在一个月内 破掉老夫在这殿中锁下的三重屏障了 若是你能破 那你的身体 老夫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怎 怎么回事 我不是下了三重屏障吗 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而且我生前布置的降维威亚 不是会让他丧失修为吗 没有修为的情况下 是怎么办到的 他 发现我了 不 不会的 寻常肉眼 是看不到我的 肯定是巧合 行 这珠子好漂亮啊 估计能卖不少金币 该死 该死 那是我用来挡眼睛的宝玉 而且那上面 可是有我的部分神魂附着着 不 不是吧 不是吧 算了 也就有一颗了 做人不要太贪心 对 对 好小子 不过好事成双嘛 你妈 怎么不按套路除牌啊 把老夫的珠子抠了 上面的魂体也随着消散了 却让本就处于死灵状态的老夫雪上加霜 该死的人类 低贱的人类 我 我是你个仙人版版 不对 仙人是我自己 没法日 不好笑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边墙上我生前明明下了禁忌 就算是仙人来了都看不穿才对 这么好看的珠子 恐怕是能够卖十块金币一个了吧 一个珠子十块金币 两颗珠子就是二十块金币 换算下来就是二十碗牛肉面 好耶 好个屁 那两颗珠子 连几个南沙都能买下好吧 能不能有点出血 低贱的下未灭人类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也不管你是怎么无视我不知的阵法的 但是现在的你 只能够用生命来偿还你犯下的错误了 崩 是他在放屁 在山洞里野萝卜吃多了 憋了一肚子气 终于是排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为了这一天 我布局万年 且极力维持着我残存一点的神魂力量 为了减少神魂力量 在时间长河中的流逝 所以神魂状态的我 一直隐秘在暗中 甚至花费大代价 做出那一双眼睛 也是为了减少心神使用 从而让神魂不过分消散 可我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神魂 竟在这里被轰掉了一大半 而且是被一个屁 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要你死 黑魁 给我杀死他 黑魁是仙剂比的妖兽 尽管在湘江大陆因为法则 他的实力会有所虚弱 但是在仙尖大陆 也绝对是无敌的存在了 他死定了 我必将夺射 嘎 嘎 好大一条蛇 好久没吃肉了 就拿你改善改善伙食吧 不甩 我去 跟了我无数年的黑魁就这样没了 这趟真香啊 浑身熟畅 得劲 再来一碗 这人是个超级老怪物 突然怎么会无视仙级别的禁忌 还把黑魁当成了口粮 不是我的降维压制出现了问题 而是对它根本就无效啊 我只是想逮一个有天赋的后背夺舍重生 可从来没有想到过 会招来这么一个老怪物啊 舒服啊 先睡一觉吧 大爷 你别这么搞我 你别这么搞我 睡什么觉 赶紧走啊 饶了我 饶了我吧 老祖祖 您这又是想干嘛 往这边走了 难不成发现我了 爽爆 不要啊 大爷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夺舍你了 人有三级嘛 幸好这里没人 不然我得憋死了 还有小半锅舌汤呢 接着走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先是皮后是尿 黑魁也被吃掉 神魂也只剩一点点了 就你饶我一命吧 好吃好吃 好喝好喝 大佬 您汤喝完了 尿也撒了 总可以离开了吧 吃饱喝足 喝着溜弯呢 我的老天爷啊 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的黑魁都被你吃得 只剩下个舌头了 您咋还不走呢 不对 他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这么大个店 咋就找不到个趁手的兵器呢 他娘的给我一口百砖防身也好啊 果然 是了 肯定是了 他肯定早就发现我的存在 那令人窒息的不服 以及这句话 他不光知道我的存在 还想得到混天杯 你大爷的直说啊 你要折磨死我才说嘛 这板砖还不错嘛 秀兰防身是够了 有松比没有好啊 这娘的 那是老子的仙宝啊 他走了 他走了 可算放过我了 不忘我七把保命 他娘的 这哪个鬼弄出来的鬼地方啊 云妖妖 若是在外面 想要打赢你 还真不容易 但是现在 我们都没有了修为 全凭肉体战斗 说手就全吧 爷老王 别说那些没用的 要动手就来吧 到了这个时候 还在罪硬 你要知道 这里不会有第三个活人 没人能救得了你 老子不是人啊 这里还有其他人 是他 他还活着 你没事这日太好了 你们认识啊 赶紧离开 去府 小心 我 那一支鞋 一把针敲在了 阎老魔的脸上 要知道 即便没了修为 可战斗经验和体能 都绝非常人可比 这个凡人 这个凡人 太猛了 我可是名阵中招的 猎爪 颜老魔 居然被你偷袭了 逼逼叨叨 我不行了 太猛了 看吧 在这个降维压制下 修为全无 大家都一样了 还跑啥 你太天真了 在这里是没了修为 如果出去了 他怎么能放过你 那就搞死他呗 什么 这个区区凡人 干掉了一个武帝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大陆 都会把我当 憨憨 还愣着干什么 收刮战利品啊 人是我杀的 按说这些东西该归我 但这修炼者的东西 我也用不上 所以 打一张欠条吧 东西归你 给我一两百万 什么 我这 你们修炼者的东西 就这么不值钱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那就一百万吧 记住啊 欠我两百万了